发现了颈动脉斑块应该如何正规的去处理 这是手机前的好多有颈动脉斑块的朋友所想问的 比如说颈动脉斑块如何正确的预防 如何正确的治疗 尤其是好多人特别关注什么 我这个斑块比较严重 狭窄程度超过了50% 我如何考虑后面的手术相关的问题 到底是做内膜波特术 还是做支架植入术 这都是手机前面 关于颈动脉斑块相关问题 好多朋友关注的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心中一直在误色 应该谁来讲这个问题更好呢 我想这个专家他一定是 既了解外科的内膜波特术 也了解内科的这个支 就是介入科的支架植入术 他了解两种手术 他能够更加严谨客观公正的来评价两种手术 最近我找到了这个人 最近这个人就是我找到的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血管外科的大主任 叶志东教授 叶教授是血管外科的权威 同时他是既做这种外科的内膜波特术 也做这种介入科的支架植入术 所以说我想他对于这个病变的术室的选择和相关的介绍能够更加权威 今天早晨我就去找他 叶教授说 小张 那个早点来 上午有手术 所以说我们今天上午 在他上班前赶的大早就把这个视频科普的段子都给大家录好了 大家后期持续关注咱们听听咱们国家的关于颈动脉斑块这个方向 外周血管的血管外科的顶级专家 怎么说我们血管外科一些常见的问题 这里头大家最关注的就是颈动脉的问题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后头咱们会一期一期的播出 到后头播出的时候 大家更要自己仔细看 这真的是找到这些顶级专家给大家讲 这些个知识很不容易 希望更多人因此而受益 如果您觉得视频不错 也可以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让更多人受益 关注健康 关注心理科医生 张智英大夫